如果说F-15E是空中炸弹卡车 那新颜值的F-15EX就是它的进阶版空中炸弹列车 一次便可携载12枚AM120空空导弹 在对地攻击模式时 挂点数量增加到15个 能额外携载3枚GASSM炸弹 若是使用上复合挂架 F-15EX所挂载的空对空导弹数量能达到了惊人的22枚 成为一个空中武器库 F-15EX究竟是一款怎样的战机呢 F-15EX是美军F-15鹰系列战斗机的最新型号 于2021年5月正式列装 计划是要替代服役超过30年的F-15CD型战斗机 从而减轻美军因F-35A延期交付带来的部署压力 是一款全天候多用途攻击战斗机 要说它有什么突出特点 那无疑是它惊人的载重量 据公开资料显示 F-15EX的有效载荷 要比E型号大28% 最大载弹量有13吨 比一些中型轰炸机载弹量还大 并且它还多了两个武器战 与F-22F-35配合作战时 可提供较强的火力支援 美空军估计也没想到 服役后的F-15EX会这么猛 当初也只是希望EX能成为常规的空对空作战平台 用于替代F-15C 简单携带12枚空空导弹就行了 没想到最后 它不仅能适配F-15系列战机的各型号弹药 甚至在使用AM-BER复合挂架满载的状态下 F-15EX可以携带包括AM-120和AM-9 在内多达22枚的空空导弹 另外F-15EX还通过对机身腹部外挂点的改造 具备了对超长重型弹药的挂载能力 简单的说 就是它可以携带高超音速导弹 比如在执行对面打击任务时 F-15EX在携带军团蓝盾或是ANAQ-33吊舱后 仍能携带包括正在研发的HAWC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在内的各型精确打击弹药 载弹量超过13.8吨 所以火力军才说 这是比F-15E更夸张的空中炸弹列车 当然F-15EX在强化载弹能力的同时 也不忘在其他方面进行改进升级 如在探测系统方面 F-15EX配备了新型ANAPG-82形X波段有源相控阵雷达 该雷达结合了超级大黄蜂ANAPG-79雷达的处理器和APG-633的天线 以及新的冷却系统和射频可调滤波器 两种雷达优势结合于翼身 让其对雷达反射截面积为一平方米的目标 最大探测距离超过了150公里 如像米格-21这种尺寸的战机 200公里外就能发现 并且该雷达还允许飞行员同时操作雷达和电子战干扰机 大幅提升了F-15EX的电子战能力 此外 由于雷达具备空空空地空海等多种工作模式 不仅让F-15EX具有更强的空战能力 还将大幅提升F-15EX对地面和海面目标的探测跟踪能力 配合相关空面精确制导弹药后 多用途作战也将得到大幅提升 在飞控系统方面 F-15EX采用数字化座舱 装备有ADCP-2型先进显示核心处理器 和配套的Suite-9型作战飞行软件 并采用OMS开放式任务系统架构 进一步强化机体适应性和灵活性 在电子战方面 F-15EX配备的REPRESS被主动警告系统 集成了雷达红外预警和电子对抗功能 可自动探测识别空中威胁并实施电子压制 在动力系统上 F-15EX采用了两台通用电器公司的 F-110GE129型涡扇发动机 与F-100GE相比 增大了转速改进了材料 零件数目少了40%-50% 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在6500-8000小时 同时该发动机还采用了 全权数字电子控制系统 含道比降为0.76 其单台加力推力13.2吨 是F-15EX的实用声线 从异形的15000米增至18288米 战机的寿命也扩大了4倍 从F-15只能服役5000小时 增加到了F-15EX的2万小时 另外F-15EX还具有非常明显的消费优势 在美国国防预算案中 F-15EX采购单价超过1亿美元 比F-35的9000万美元还贵 大家是不是觉得 这1亿美元的单价是F-15EX的短盘 毕竟单价都购买5代机了 傻了才会买4代机 其实不然 美国空军在决定购买F-15EX前 就对该机F-35A的使用成本 进行了对比评估 根据他们的测算 在采购后的15年内 F-15EX的每小时飞行成本 平均为2.9万美元 而同样条件下 F-35A的每小时飞行成本 为4.4万美元 F-15EX的飞行成本 之所以会相对较低 完全得益于F-15 这个庞大的家族 他们已经在美国空军中 服役了40多年 已经建立起了一个 庞大且成熟的维护保养 零配件储存供应体系 F-15EX这个家族新成员 可以沿用既有的体系保障力量 而F-35A则必须另起炉灶 如在人员培训方面 美国空军只需稍加利用 既有的地勤力量 就能很好地完成 对F-15EX的保障任务 而如果要他们转去 维护F-35 完成全套培训取证工作 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总之就是 F-15EX虽然单价贵 但均摊到全寿命周期后 其成本要低于F-35 那F-15EX有什么短板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F-15EX在性能方面 最大的短板是它缺乏隐身性能 这使其在面对现代化防空系统 和隐形对手时 劣势明显 难以独立作战 甚至在美军没有采用F-15EX前 美国媒体还称它 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 F-15EX在执行 破除敌人防空网任务时 虽然不及F-35A 但在执行截击任务时 速度更高 航程更远的F-15EX 要比F-35A更具优势 更重要的是 F-15EX是双座战斗机 前后舱飞行员 可专心执行不同的作战任务 如前舱飞行员 可专注飞行 后舱飞行员 可执行规划 打击 评估 决策 和控制中程辽机等任务 这远比仅有一名飞行员 且尚未开发双座型计划的F-35A 更具先天优势 至于大家都在讨论F-15EX性能提升有限 会成为未来战争中昂贵的把镖 这话没错 按照美国的推算 预计到2028年F-15EX 就无法抵御现代防空系统了 但谁让计划赶不上变化呢 美军的F-22只生产了187甲 就关闭了生产线 F-35也因为受三军通用要求的拖累 服役节点较计划大大推迟 而F-15的前辈型号也大都老化 美国不得不采购F-15EX 以维持机队规模 再说到了2028年 即便F-15EX无法抵御现代防空系统 上不了战场 可起码 它还能执行国土和空军基地的防御任务 甚至是部署防区外武器 也不算亏 二战结束后 美国判断下一场战争将以核战为主 所以就在1962年推出了F-X计划 将战机的发展重点 从强化空中格斗能力 转变为提升空中截击和核弹投送能力 在该计划下 麦道公司设计的F-15在竞标中脱颖而出 至今已服役40多年来 延伸出了十多种型号 而F-15EX就是在为中东土豪沙特和卡塔尔 生产F-15SA和F-15QA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产品 F-15SA是当前沙特空军的主力战斗机 这款战机同样是以美制F-15E为基础改进而来 只是航电系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同时考虑到沙特炎热干旱的地域环境 F-15SA还进行了针对性改进 使之满足沙特空军的作战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 从2010年起 沙特空军共向美国采购了84架F-15SA战机 其采购协议几乎囊括了所有配套的设备 以及后期维护和技术支持等 最关键的是 这笔F-15SA的总采购价 居然达到了惊人的290亿美元 平摊到每架战机上 单价超过了3亿美元 这意味着 沙特采购一架这款不隐身的4代战机 就足够买三架F-35了 可见土豪国家为了满足自身安全需求 果然是从不看价格呀 至于F-15SA的性能 总体来看 算是F-15家族里的高配型号了 F-15SA是波音公司F-15系列的最新改进型之一 该机装备了先进的APG66V3型 有源相控阵雷达 红外观瞄系统 数字式电子对抗套件 并且安装了电船飞控系统 甚至由于设备先进 该机还曾经被英国检视防务周刊 称为最强F-15 后来美国空军便在F-15SA的基础上 研发出了自用版的F-15EX战斗机 成了英式家族的最终型号 而卡塔尔的F-15QA是一种多用途战斗机 其定位与F-15E类似 在对空性能上 它与F-15EX几乎一模一样 不过在对地性能上 F-15EX因其可以挂载更多的精确对地攻击武器 理论上要更先进一些 从美国波音公司公开的图片可以看到 F-15QA与F-15E和其他改进型号都有很大的不同 其机体采用了大量的复合材料 机体工艺要比之前的版本好很多 它采用了通用电器F-110GE-132涡扇发动机 单台军用推力高达84.5千牛顿 加上机体大量采用复合材料减重 战机拥有较高的推重比 其急速为2.5马赫 是四代机中的速度之王 第二名是苏-27 最高只有2.35马赫 而且这款飞机加速无敌 从0.8马赫到1.2马赫 这个空战最常用的跨音速区域 加速时间小于25秒 作战半径高达2222公里 几乎比苏-27大了三分之一 另外F-15QA重新设计了主机翼 机翼外侧增加了第一和第九挂点 这一对挂点可以挂载A-88哈姆反辐射导弹 挂载重量也达到了13吨 它所采用的全面屏自带触屏功能 也相比于之前的版本要先进许多 重新设计的战机任务计算机 也号称是目前运算速度最快的 战斗机任务计算机 这样优秀的性能为波音公司赚足了银子 2020年4月14日 为卡塔尔空军开发的F-15QA战机 进行了试飞 这一次试飞别具一格 采取了特别花哨的维京式起飞 即飞机在跑道开动全家里 达到起飞速度后 立即快速拉高机头 以70到90度的超高爬升角度爬升 特别彰显F-15战机家族 独一无二的优点 四代机中爬升之王 同时也为深陷泥潭的波音公司 带来了巨大利好 36架订单 合同总价高达62亿美元 极大弥补了民机停摆带来的不利因素 总之F-15QA的综合性能 要比沙特引进的F-15SA更为先进 而经过全面改进的F-15EX 则要比F-15QA更加优秀 拥有更加强悍的对空及对地打击能力 在速度航程上都要比F-35A更适合执行常规战争 同时F-15EX还可以担负海防等任务 具有多面手的潜能 这样优秀的性能 以及在执行任务时 比F-35A更省钱的表现 使F-15EX拥有了强大的吸引力 这不 最近一个月F-15EX就收获了来自印尼和波兰的订单 8月22日 印尼房长宣布 签署购买24架F-15EX战机的谅解备忘录 印尼采购F-15EX将用来替换早年采购的 俄制苏29与苏30战机 这也是印尼总统佐科威 推动的国防现代化的一部分 印尼空军目前拥有33架F-16AB与F-16CD战机 5架苏2711架苏30 还有23架英200轻型攻击机 印尼通过购买法国阵风 美国F-15EX和二手的幻象2500战斗机 来更新自己的空军机队 就在印尼刚刚确定购买F-15EX后 波音又在9月7日宣布和波兰签署了销售合同 但拒绝透露更多细节 或许今后F-15EX也想像它先被那般战功赫赫 如1982年贝卡古地空战 F-15和F-16联手击落了叙利亚82架战机 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 美国空军的F-15C曾使用AM120中程空空导弹 击落过超过四架南斯拉夫方面的米格29 以及2001年两架以色列空军F-15C 击落两架叙利亚空军米格29等等 F-15这个庞大的战机家族 依旧丰富着现代空战的精彩程度 好了 关于这位家族新成员F-15EX 大家是什么看法 有什么要补充的 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谢谢观看